英国有句俗语,给我一个七岁的孩子,我将告诉你他成年后的样子,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他讲的是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以及成长环境,决定了我们的一生,现实情况真的是这样,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重新梳理,人生七年中,14个不同家庭孩子的成长轨迹,希望通过纵向对比,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不同的启发,这次我们来了解一下,儿童之家的其中一个小伙伴保罗, 当导演问他将来长大有没有打算读大学时,他一脸茫然地回答,大学是什么,随后导演问他对金钱的看法时,并不宽裕的他表示会一枚一枚记载便是 另外对于感情问题,天真的他摇了摇头说将来不想结婚,他举例道,比如你有了老婆,你就必须吃他做的饭,而他一点都不喜欢吃蔬菜 七年时间转眼就过,时间来到1977年,保罗21岁,小时候为了不吃蔬菜宁可不结婚的他,结婚了 婚后的他不再像14岁神那样孤僻,但是仍然表示不善于表达情感 他对目前的工作也挺满意的,成为了移民工地的建筑工,还是工头,享受房子盖起来后的成就感 时间来到1984年,保罗28岁,上一季中他已经结婚,目前夫妻俩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四年前他们变卖所有财产,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用七个月时间,自驾游穿越了澳大利亚的中西部 保罗觉得一生中从没有那么轻松过,他更自信了,也让他们的夫妻关系更加亲密 妻子也感受到了他的体贴,上级之后,他从建筑工人,独立成了合伙人,目前和另一名工友合作,接造房子的活 他的妻子在做理发师,目前有两个小孩,保罗希望孩子将来能接受比他小时候更好的教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小时候相比,他现在很爱吃蔬菜 又过了七年,时间来到1991年,保罗35岁,他一直住在澳大利亚,跟妻子也相处融洽 谈到夫妻相处之道时,他表示,他们也会有争吵的时候,但是他们谈好了不留隔夜愁,第二天都会和好 小孩教育方面,他很像现在很多妻子成容的家长,刚上学就给报了三个辅导班,并且期望小孩长大能成为医生 时光飞逝,时间来到1998年,保罗42岁,夫妻俩关系依旧很好,他们刚刚庆祝了结婚20周年,儿女也渐渐长大了 每年圣诞节假期,都是他们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光,会一起出去旅游和聚餐 工作上,保罗已经改行部做建筑工了,去了一家塑料公司,做标志安装 为了补贴家用,妻子在做家庭理发师,生意还挺好,当地的很多老人也很欢迎他,经常找他理发和聊家常 保罗喜欢亲近自然,感觉心情会更加平和,他时常会带儿子去户外骑马 而且坚持每天跑步锻炼,虽然人到中年,但他觉得更加自在了,年龄从没有成为他的烦恼 妻子也表示能一起变老是他们的愿望,他们一直用实际行动告诉两个孩子被所爱的人爱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时间不如21世纪,2005年第七次跟拍,保罗49岁,他和妻子一直过着平凡,而又有爱的生活 这么多年来他表示亏欠了妻子很多,但妻子表示他从来怀疑过保罗对自己的爱 妻子已经从理发师转行去了养老院当护理师,他很高兴这个年纪还可以学习到新的东西 而保罗一直轻轻恳恳在塑料公司上班,十年来从没要求过加薪 他们的小孩也长大成人了其中女儿入院考上了大学,学考古 儿子没有如他之前期望的成为医生,他目前在汽车公司做修理工 儿子结婚了,而且生了两个小孩,保罗希望孩子们能像他一样拥有美好的婚姻 一直怀念年轻时自驾游的时光,因此每周末他们会一起去海边体育锻炼 保罗跑步,妻子在边上骑车跟随,帮他拿水,免得他口渴 他刚参加了悉尼的城市马拉松,跑完了全程 他们表示一直把家庭和健康放在第一位 时间来到2012年,保罗56岁,家庭和睦,妻子目前在养老村做妇女工作 而保罗和妻子一起在村里做设施维护,那里的老人都很喜欢他们俩 他们的儿女也都长大了,大儿子一直在汽车工厂上班 他和妻子预有五个孩子 保罗夫妻俩平时也会帮忙照顾孙辈,有孩子的陪伴,一家人显得其乐融融 而女儿大学毕业后去了外地一家门市农场工作 夫妻俩经常会记挂他 另外对于年龄这件事,他说平时不会留意到,但会坚持体育锻炼 希望通过运动一直保持健康,积极地面对生活 当被问及如何评判自己的成功与失败时 他回答说最好的人生是家人都健康,有爱的人陪伴,享受生活 确实正如保罗所言,这或许是我们对幸福最好的诠释 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追踪报道,2019年保罗63岁 他已经和妻子结婚40年了 他们一家人都住在澳大利亚,能遇到妻子他感到人生很幸运 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都成家立业了 大儿子一直在汽车工厂上班,又给他们添了一个孙子 所以他现在有了六个孙辈 而女儿成了小学老师,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他们也很满意女婿 另外四年前,他的父亲去世了 对于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保罗来说,父亲一直是他生命于很重要的人,直到现在他还是会很难过 除此之外,他表示很满意自己的人生,回顾过去也没有后悔的事情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保罗的人生,我想是安安稳稳的幸福 他小时候害羞,不自信,长大后也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一辈子都在当工人 但他做事认真,勤勤恳恳,后来他又遇到了爱他的妻子 婚姻的幸福使他变得自信乐观 他说妻子的陪伴给他的人生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影响 让他看到了事物积极的一面 感受人生,传递温暖,敬请关注剪影指南,下期再会